《爱情宝丽战》 情感导师余继静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周晓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 这些嘉宾的基本情况 特别看 他总是说我强势霸道 但是其实家里很多大事 都是他做的主 什么都得听他的 我心里特别委屈 他现在觉得 自己是家里的工程了 全世界都得围着他转 只要他有一点不满意 就要数落我 我觉得我为了这个家 付出了很多 但是他却一点 也不理解我的苦 还越来越不关心我 我觉得他心眼太小了 处处都要管着我 我现在在家 一点地位都没有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谢先生50岁 来自哈尔滨个体有请 赵女士42岁 来自哈尔滨个体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20年 20年了 现在在深圳 现在在深圳 做买卖 对 去深圳多久了 4年了 4年了吧 买卖做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现在还好 今天为啥来呢 就是我现在觉得 我挺委屈的 他总是说我比较霸道 一家之主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 现在所有的什么大事 都是他在做主 我觉得我反正是挺憋屈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过得 这个挺累的 有问题 听懂啊 婚姻出了点问题 咱从哪开始说 让人觉得委屈啊 我女儿吧 因为就是我从小 都是挺宠我女儿的 培养她 上各种辅导班啊 然后兴趣班什么的 就从小到大 都是我一个人带 她从来都不管 然后就是在去年 我女儿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嘛 我就想让她抱到 这个深圳这边 就是或者是广东省内的 一个大学 这样离我比较近一些 因为我女儿 从来都没离开过我 你看 然后但是呢 这个时候她就不同意了 她就让我女儿 抱到北京去了 挺好啊 不 但是北京离我太远了 最后去哪儿读书的 北京啊 听她的了 她说我爸的 家里边什么事 都是我做主 但是我觉得 孩子高考填志愿 应该是大事了吧 对 那她做主啊 那根本就不是我在做主啊 所以在人生 关于孩子的重大决定上 你败下了一场 是吧 对啊 难受啊 憋屈啊 我肯定憋屈啊 我心里也不平衡啊 面对孩子还有什么委屈 您弄一股脑子说出来 这还有啊 就是这孩子上了大学之后 我每个月给他打零花钱嘛 我都就是给他多打一些 因为我想让他在大学的时候 利用这个业余时间 去学一些什么小鱼爪 提升一下自己 然后结果他又不同意 给我女儿打电话 说什么呢 你不用听你妈的 你想学就学 你不想学就不学 咱有这个钱 咱可以买点新衣服啦 然后买个化妆品啦 你学着打扮一下自己 就是说在学校 有中意的男朋友呢 咱还可以谈个恋爱什么的 你说这是当爸该说的话吗 他去鼓励我女儿谈恋爱 那我就是想让孩子 提升一下自己 我觉得我没做错 我不觉得你这么做是对的 我觉得你这孩子上大学了 你说在家里被你管呢 一点业余时间都没有了吧 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问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 闺女儿现在跟谁的关系 看起来更好一些 跟她 跟她关系好现在 现在感觉好像是跟我 比较不出来 挺好 因为我女儿想做什么 她都支持啊 我女儿报大学高考志愿的时候 是我女儿自己想上北京的 对 她支持 她支持 然后呢 我想让我女儿报个小鱼庄 提升一下能力 我女儿不是特别想报 她也支持 然后那个假期了 就说你假期的时候 回来深圳待两个月 她又给我女儿打电话 说啥呢 你别听你妈的 就是你想回来你就回来 不想回来的话 咱用这个钱 可以跟同学去旅旅游 然后呢 愿意做个兼职 你可以在北京做个兼职 结果我女儿又没回来 这事你就有点盲目将领 你说 你想孩子 你随时都可以视频 你现代科技这么发达 你想什么时候视频都可以啊 视频和真人能一样吗 那是两个感觉 行 我们来采访了一下女儿 我们听听女儿的感受 好不好 来 我知道我妈太爱我了 所以才吃我跟我爸的醋 他们为我吃醋 我还挺开心的 但是别伤了和气 因为他们俩对我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妈之前太倦养我了 现在我爸为了跟我妈对着干 使劲放养我 我觉得我爸开窍 所以我跟他唇跟胳膊一样 我希望我妈多跟我爸学生 毕业总督促我进步 就让我好好玩两年吧 等我体验够了 我还做回我妈最贴心的小棉袄 好了 第一回合 妈妈胜 妈妈胜 这都是您打小培养的好 她也没捡便宜 你看姑娘很冷静 对吧 都爱 都爱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女儿 就是因为她瞎搅和的 行行行 不然不会这样 好好好 孩子就不说了好吧 咱们再说第二个 还有啥 还有就是我们两个到深圳来这边做生意嘛 就是比较忙 然后我女儿就是没人带 我就跟她说 我说得看看让你爸妈过来帮咱们看孩子吧 然后现在这不我女儿就上大学走了嘛 走了之后 然后我就现在就发现 她妈和她爸现在就特别宠她 原来是宠我女儿 现在就我女儿不在家了 什么事开始就宠着她了 就是家里边什么活也不让她干 就是只要是干活就找我 我们两个同时都在店里边 然后呢 家里边有一次水管就坏了 然后她妈就给我打电话 回来换个水管吧 我哪会换什么水管啊 我这买了水管回去我不会接 我没办法了 我在网上找了个视频 然后照了那视频鼓动了半天 这捅不上了 然后就家里边到年底大扫除 需要这个擦棚上的灯 你说这灯气趴高的活 她本身就是一个男的应该干的 是的 她妈又给我打电话 我就觉得她妈什么活都找我干 就压根就不找她儿子 所以我就特好奇啊 她妈可以不找 你可以让老公去干啊 因为我老公她负责后厨制作嘛 她那时候是在忙着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活 完全可以等她忙完了 晚上回去再干也行啊 它并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对吧 所以说您应该跟您 戳破的关系还不错对吧 因为我从来没跟她发生过正面冲突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婆媳之间 本身关系就难处 如果说一旦发生正面冲突了之后 那我们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大 那将来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 所以每次她妈妈让我干什么活 我就去干 但其实我心里很委屈 听明白了 不容易啊 媳妇不容易吧 其实我觉得是吧 你作为我妈 我妈没做错什么 我妈觉得就是 你看看这是我自己儿媳妇 我跟她儿媳妇说什么 干点什么活不很正常吗 我妈平时也不光说是干活招你 我妈有点什么好吃的 不也说吗 我都做点什么肉 做点什么吃的 你过来取一下 这不也 取一下不也是你在家里 跟着我一起吃吗 又不是我一个人吃 她也不是单独给我做的 那不也是给你打电话吗 哎 好好好好 你就让她抱怨抱怨 能怎么着啊 反正是我们两个一吵架 她妈总是替她说话 你要理解我儿子 我儿子一天这么累 然后你要学会善解人意 就让我处处都得理解她 那其实我也很累啊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我现在就是想 让她妈妈和她爸爸 先回老家待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本身 现在就有一点小矛盾嘛 他们走了之后 咱们也可以缓解一下 这个矛盾 她实际上 她最终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爸 我爸回老家 就觉得老人是来 这是个负担 是个累累了 孩子上高中的时候 有老人来照顾 老人看着 我们忙啊 现在不用了 用不着了 我没那么想 我觉得他们走了之后 咱们可以缓解一下矛盾嘛 愿意来再来 我又没说不让他来 对吧 你那不是让他们走 你那就是撵他们回去呢 而且我认为的 老人这么大岁数了 竟然跟着我在一起 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嘛 跟着我在一起 应该想得幸福了 想什么福 想福 我觉得他妈在这会儿 是他想福 因为他妈处处骗点他 替他说话 然后还不让他干活 住在一起吗 对啊 我们住在一起的 行行行 这个事咱们放在一边 我问几个问题吧 你们家谁管钱 现在是我管钱 啥叫现在啊 就是我们刚来 深圳的那个时候 是他管钱 本来就是打算 到深圳这边来创业嘛 然后就是他有个朋友 然后就推荐他 做了一个养生馆 也是因为我们自己 经营不善吧 后期就养生馆都倒闭了 就亏了就好几十万 然后后来就没办法了 我就跟家里边的亲戚 借了一些钱 就开了一个现在我们经营的 这种西点店 做甜品为主 因为深圳年轻人比较多嘛 现在这个甜品店吧 就是逐渐的已经 有起色了 就是现在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比较稳定了 然后这现在 他就现在有想法了 又想他要去管钱了 但现在还是你在管呢 但是我没同意 因为我觉得我管钱 是对的呀 我现在这个甜品店 生意已经不如正轨了 就是已经很稳定了 我觉得我没错 这个钱就得在我这 我不能再给你了 他管钱管的有点太抠了吧 店里买个空调 买个二手的 智商效果不好 我呢要是花点钱的时候 就不在意了 我就下载了一个音乐软件 我办了一个会员卡 年包的 说烂花钱 这给我嘟嘟嘞嘞嘞嘞嘞嘞嘞 好几天 就是烂花钱吗 那东西可干就不办的 我经常像的 你说我得搅头 搅短头 这就嫌我 你理个发的 二十块钱那么贵 老道吧 你在网上买个店推了 自己在家里吧 能省就少 那咱们现在出来 不是为了赚钱吗 省钱吗 有点 一个月给多少 不一定 有的时候给五百 有的时候他心点好了 多给你点 很正常 我觉得五百 我觉得我给他 这个零花钱已经不少了 家里面的钱也归你管 店也归你管 这男人也归你管 你还诉个啥谱啊 他现在就是说 他先对我也不好了 也没有像原来那么好了 因为深圳 这天气比较超时嘛 然后就是我 有时候会起一些湿疹 我就说 你陪我去医院看一下 第一次就陪我去了 然后结果第二次 人家说啥呢 你自己去吧 我还在在家里干活呢 本来就是嘛 你说 已经陪你去一次了 就一个湿疹 你说有必要 你说反反复复 永远都陪着你去吗 没必要吧 人家上医院 都是俩人俩一起去的呀 就我自己 单不浪着一个人在那儿 他要陪你去的店 需要关门吗 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收货员 有一个店员 对 都不需要关门 但是你如果 现在有应急需要做的东西 那你们要做了 所以甜点 您要自己做的 对 然后拿了药 回来之后 我说让他帮我擦药 他也不给我擦 然后也不高兴 哪有那是的 你说 他现在就觉得 这个店是他开的 就觉得 我是这个家的功臣 没有我 这个家就得散 因为他开这个店挣钱了 就把尾巴翘得高高在上啊 成天对我是15克6的 根本就是没有好脸的给我 那一个男人 尤其一个东北老爷们 哎 就一点的面子不给你 说数了你就数了你一顿 我就让你帮我擦个药吗 那你 就咱就说擦药这事啊 你先别说 你等我说完呢 进屋进店了 把药往那一方 来过来给我擦药 你说摺的小狗呢 还是你上级命令下级呢 而且店里还有员工 你说你有必要在店里 秀这个恩爱吗你说 那我就让你擦个药 过来给我擦药 就怎么就秀恩爱了 那你说的话不难听啊 说我 你是林黛玉啊 都这么大岁数了 又不是小女孩 就说我矫情 没有你那种态度的情况 想我能引法 从来我这种态度吗 你就是嫌我是黄脸婆了 你就是不像原来那样 对我了 我从来没把你 当成黄脸婆看待 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那是你自己想的 他现在就是冷血 根本就对我不关心 我们今年不是正好 是结婚20周年纪念日吗 然后我就想 正好也趁着这机会 就是浪漫一把 因为以前我们就是 特别苦的 那个时候吧 他还经常去带我 过个各种纪念日 还买个花什么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就说这个男人 一贯表现还可以 是吧 将就吧 将就 然后现在就没有了 什么日子啊 什么压根就不提了 我觉得这生活 还是需要仪式感的嘛 就现在在我这来讲 就是各种纪念日 全都没有了 就是人家连提都不会再提了 那你这20周年咋过的呢 咋过的 你听我说主持人 我说我就想要一捧玫瑰花 结果人家可倒好 去市场赚了一大串回来 人家另一大兹花籽回来了 说得自己种吧 自己种长出来的还多 然后还实惠 就是啊 你别笑话我 你看你没笑话 你看周老师都惊了 我给你种一片花海 对 太棒了 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做 我觉得挺好 这浪漫了又有意义的 是是是是是 他那时候就觉得他 你买花这回来 谁像你是呢 我要的是花 那20周年纪念日对吧 那你说一树花得多少钱呢 这么一大树花 我有钱吗 我一跃就过那几码篇 我偶尔还得去抽点烟 偶尔跟朋友下个棋聚会 这些活吧 后来那后 中了吗 中了 都死了 那也是中了吧 这我的想法是好的吧 那压根就不是我想要的呀 然后你接着说 对对对 然后那个后来他说 那我也没有钱 我说那好你没有钱 我就给他拿了一万块钱 我说那你就拿这一万块钱 你给我买这新衣服 然后呢 我说咱们两个订两张机票 出去捋个游吧 就也当散散心了 结果你都不知道主持人 人家倒好 人家订了两张回老家的机票 跟我说什么呢 咱回老家去旅游吧 你说土生土长的 我在那儿捋什么游啊 我去想旅游 我也没必要回老家去旅游了 他又是小心眼 我确实我们回老家了 这原因就是啥呢 你说我们俩从认识 一直到孩子上学 都是在老家上去 而且我到深圳 已经是四年了没回去过了 你这借这个机会 你说我们一起回去 不挺好的吗 故地重游 对啊 而且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这又不乐意了 这天天都嘟嘟了吗 我们我想过的是 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我们回到老家之后 人家可当好 叫了一大堆的朋友回来 然后在酒桌上 就跟人家各种显摆 就说 这个甜品店 现在做的怎么怎么好 然后呢 又说这深圳混的也不错 你跟人说这些干嘛呀 对吧 我觉得你这东西 满足你自己的羞容器 你看看 这是满足我的羞容器 就是 你说我在我的朋友面前 我一直在夸他 我有什么夸我的 我到这深圳来 我创业我失败了 这个家靠你撑下去的 我承认 所以说你在家里头 你的地位高 我也得认 你说什么 我也得听 我也得假以不做人 我就想要咱们两个 单独地过一个二人世界 过一个二十周年 所以我特好奇啊 今天是 是你要来的 对 我就觉得现在 对我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就没有原来关心我了 然后也不像原来 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现在总是跟我唱反调 我已经是这么听话 跟你在咱们就说吧 你说什么做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都已经陪了你二十多年了 我觉得你现在 就是有点不把我当成 你老公看了 你完全就是 现在你就是一个女皇 来来 我问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们去深圳创业的时候 当时那个原始的钱 是谁挣来的 我俩都有 但是相对来说我多一些 对 主要是他多一些 因为我那个时候 主要在家带孩子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时候 他又挣钱 也不怎么照顾家 好像你对他还挺满意 对吧 我那个时候 苏生 我那个时候确实真的 从早到晚 孩子有的时候说 妈妈我好多天 没看到我爸爸了 实际上我天天回家 但是我回那晚 孩子睡着了 我的意思是说 好像那个时候 他也不怎么照顾家 你还挺满意他 现在他把大把的时间 都回归到家庭里来了 你反而不满意他了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说我现在就认为 他就是瞧不起我了 那要不他俩家 怎么当女皇呢 怎么当老板呢 把我去当成员工了 当成党工仔了 过去在家里 你也应该是女皇吧 我相信这个女皇 不是一天养成的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 他很关心我的 他刚才说 他上一院 没人陪他去 我还陪他去了一次 第二次我就不陪他去了 那我上一院 他一次没陪我去过 他为什么不说呢 而且你看看 他就一点都不顾及面子 一个老爷们 在员工面前 你也不能那么呲了我吧 有外人面前 有员工面前 他当然呲了我 你一点不给我留面呢 我肯定我不舒服啊 我得反抗吧 就觉得我不关心他了 对他不好吧 就是那您再把您的诉求 说出来 要求干嘛 我现在就是想象到 像原来一样对我 就是什么都听我的 然后还像原来一样关心我 就现在没原来关心了 对 然后现在也不听我话了 你要我怎么听你话 当着外人的面 您就数了我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听懂了 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听懂了 没别的要求了 哎呀 来吧 一个人要是在府里面 觉得都是苦海的话 我看你们怎么帮他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大概看了一下 夫妻两个人的 这个感情转折点 在女儿上大学之际 发生了转变 那我可以脑补一下 实际上原来在上大学之前 你跟女儿关系也非常好 可能更多精力呢 放在女儿的身上 这女儿一走了 心里空荡荡的吧 这妈妈一下子是缺爱了 然后呢 老公呢 又跟自己唱反调了 婆媳关系相处也不太好了 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对 我觉得我现在很孤立 对 缺爱了吧 没人爱自己 然后愈发的就开始愤怒 在女儿的这件事情上 我可能支持男方多一点 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是上大学了 那就不再是孩子了 如果你一直把他当孩子 那他就永远是孩子 不过我提醒一点啊 按说呢 这个跟婆媳呢 不住在一块比较好 但是已经住了这么多年了 如果今天你把公公婆婆让她们回到老家 你的男人不可能对你好 只能对你更不好 因为对他而言这一关过不去了 夫妻两个人到这个年龄 要适当的给对方一些权限 比如什么权限 就是像零花钱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少管一点 男方对女方也是一样 他喜欢花啊 那你就照着他的这个性子去给他买 别再去这样一个争执 别过多的干预对方 尊重对方 不要发起新的这种冲突 或制造新的问题 我觉得两个人可能会好一点 谢谢 这个新的甜品店 是你们夫妻二人共同经营 对 谁经营为主 主意是他出的 主意他出的 最开始也是他经营 那到现在呢 你只负责做甜点 他经营 对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 现在状况太正常了 任何一对中年的夫妻 当孩子不在身边了 生活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那你们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 不可能像原来一样 我们需要重新磨合 不要太紧张 放松面对啊 那先说说这个妻子的问题 你过去的生活 核心是女儿 我相信你和女儿相处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有威信的母亲 我说什么你要听 你把这种模式成功地 研系到了你老公身上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她不是你的孩子 现在连女儿都不干了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女儿成人了 她不想要一个管教士的妈妈 她想要一个像朋友一样的爸爸 所以那套已经不灵了 那套不仅仅对女儿不灵 对老公更不灵 对 你看你在场上说最多是 她不听我的话 她要像以前一样 听我的话多好 一个50岁的人了 让她听话呀 这个态度本身就不利于 你们家庭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你得改 不可以再这样去管 丈夫其实在这个磨合过程中 我觉得做的也不是很好 咱先不说你投资失败这事啊 那做生意有亏有赢啊 但是你在情感上有变化 你原来其实心里对她 是有感激的 在情感上 你觉得她把女儿照顾得很好 学习不错又听话 对吧 和公婆相处得很好 没给你添麻烦 人家以前感情上做得很好 给了你一个非常稳定的后方 你才能出去闯荡 所以你感激她 你愿意随她的心愿 给她浪漫 送花请她吃饭啊 现在怎么就不能了呢 因为女儿长大了 和你贴心了 她的功劳没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在情感上 应该继续秉承 以往的作风 甚至还得做得更好 因为她现在没有女儿 可以关心的了嘛 女儿那么远 她关注的就只有你啊 她情感上的需求更强烈了 你反而倒冷淡了 你在情感上做得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 在这个磨合过程中 都应该重新去调整一下 过去20年的恩爱都在 我相信你们20年以后的恩爱 还能继续 关键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多一些智慧 去处理生活的矛盾 就会平稳地度过此时的变化 希望你们能越来越好 祝福你们啊 谢谢 谢谢 丈夫 我觉得先说一下 您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您不想把日子过下去 是因为您太自卑了 我知道一个事业 对男人来讲 他可能是天 当我能够担负起家里 所有的经济重担的时候 即便那个时候 妻子对我腰五后六的 我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您太太说话不是今天才形成的 跟您在一起20年 一定都是这个样子 可当年您为什么能给他送花 因为您觉得亏欠了家人 太忙了 没有办法陪伴家人 再有一个带老婆出去吃饭 特别有面 因为这个家是我在扛 这个钱是我在赚 但现在为什么不敢带他出去吃饭了 没钱 包里说不上话 嘴巴就得身份了 您这个状态再继续下去 您的家就散了 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跟你太太 继续下去 摆真一下态度吧 当你的心态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的家的状态就回来了 你就不会那么去说他了 你不会说 你就想把我爸妈赶走 他跟你父母生活20年了 他什么样脾气 你还不知道吗 他真想把你父母赶走吗 他真的不上心 真的没有责任吗 真的不想去孝顺你父母吗 一定不是的 这个店是他开的 都是你们家的 分个什么你我 同样对您来讲也是一样的 他以前为什么带你去啊 因为他欠了你 欠了孩子 他现在为什么会在孩子上找自己的存在感 刚才你们家孩子在说话的时候 他笑的那个脸 灿烂无比 为啥呢 他没有存在感了 以前你肯定会认可他 哎呦我老公特别好 全靠你了 看给家里存了那么多钱 但现在呢 你也一定用话刺他了 而且没少刺 你也一定觉得他不行了 因为他给家里赚不了钱了 他现在是得靠着你了 得在后厨去打工了 然后你觉得他就应该替你安排了 所以你心不平的时候 你看他怎么都不好 但其实夫妻在一起20年不容你 你们反而更应该彼此珍惜 最难的时候给对方最温柔的话 才是夫妻最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两个也好好的 能够重新自省一下 不要再说对方不好了 想想自己哪不好 想想能多为对方做点什么 你们的关系才能够进行的下去 甜品店肯定甜品师傅更重要吧 怎么会是老板重要 但是甜品师傅都是在后面干活的 我知道 我跟你说你有点傻 你知道傻在哪 你傻在你没有发现 他其实不是凶 他是在害怕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闺女是一个容器 装满了你这杯沸腾的水 那么多年不是你在照顾你闺女 是你闺女在照顾你 因为你一直是那一杯沸腾的水 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你 你闺女这个杯子 把你这杯沸腾的水给装了起来 你很安全 现在这个杯子不在了 跟游老师说的一样 这个杯子不在了 你这杯水终于呼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焦虑 你的沸腾不知何出去 你当然害怕 你需要找另一个容器 这个时候冰上你了 你就一直没有好好给他当那个容器 所以你的问题是 为什么你的安全感始终建立在别人身上 以前建立在你闺女身上 现在要建立在你老公身上 明明你管着钱 明明你开着店 明明你在家里面说一不二 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你安全感 那什么可以给你安全感 是不是没有 你要找到一些 足以支撑你生活 足以支撑你安全感的东西 你要找到你的爱好 寻找到自己的愉悦感 自己能够专心去学习 去成长的东西 至于你 你老婆现在处于一个 因为女儿离开之后的恐慌期 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尽一下丈夫的义务说 好我来当一下你的杯子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中间的界限要定好了 就是我可以更多的关心你 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来过度的压榨我 还有一件事情 让人家爹妈回老家这件事情 真不能干 这事你要干了 我跟你说整个平衡完全被打破了 所以各自看到各自问题 各自寻找各自的道路 就这样 今天老师们给的建议 是给到了很多中年夫妻家庭 孩子刚去上大学 中年夫妻自己的家庭 出现了空心化的时候 出这个问题 就重新谈恋爱嘛 重新了解 重新走近嘛 当然这事很难 但是要珍惜 老师们说了那么多 就是一个核心嘛 你们需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愿不愿意 看你们自己 所以光挑剔光主则 没用 想想四位老师的话 你们自己去调整 一起进入 真情就是这样 老婆 我也知道 跟着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挺苦的 都是为了这个家 你付出了很多 尤其在我生活当中 最黑暗 最困难 最痛苦的事 是你陪我 惹过来 我真的 衷心地感谢你 我做的也不对 我尽量改吧 试着去 重新的 让我们能像原来一样 那么好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太多的想法 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在外面前 老说我 老数的我 我真的不想再撕去 暖暖的面子 我会赶的 谢谢两位 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身边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结局还要预测吗 没什么预测了 来吧 说一句话吧 人生不同阶段 都会有不同的挑战 谨言慎行 过好每一刻 才有未来 来我们看看 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来 请开门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 片刻休整的时光吧 各位请一起见证 加油啊 祝你们幸福 谢谢两位 来吧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她总是跟我唱反调 她的想法总是很俗 我希望她能像我这样活得有意义 但她特别抵触我的选择 我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有请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马 21岁 来自陕西 学生 有请 小龚 22岁 来自河北 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同学 是一个学校的 交往了多久了 交往了一年多了 那今天为何而来呢 就是我想谈一个 就是正常人谈的恋爱 但是她吧 就是特别叛逆 总共唱反调 然后有一些 特别奇奇怪怪的想法 让我特别理解不了 奇奇怪怪的想法 比如说什么想法很奇怪 就像我们两个人 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嘛 然后我妈说 带她回去看看吧 我说行 刚在一起就要带回去看看 因为我家人比较传统 然后就说 搞对象 必须要带回去看看行不行 然后我跟她说 我父母比较传统啊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父母可能会问一些 就是比较传统的问题 让她说行 然后她当时头发还有颜色 然后我说 你就染回黑色吧 然后她说行 但是见我父母的时候 她展了一个 更鲜艳更鲜艳的颜色 啥颜色 就是特别纯的蓝色 我觉得那个东西 不能称之为叛逆 就是主持人 我也想在见她父母的时候 把自己更好的一面 展现给她的父母去看嘛 而且我觉得那个发色 就是可能会更好地 凸显我的个性吧 就是不要让她的父母认为 我说我是一个就是那种 没什么主见的人 但是见我父母的时候 也不止这些事啊 我父母想让我找一个 就是幸福一点的家庭 他主动跟我父母说 他跟家里的关系不好 然后没有经济来源 然后我父母就问 那你没有经济来源 那你生活怎么办呀 然后他说是靠女朋友 然后还说啃父母啊 啃朋友 都不是啃女朋友 然后就等饭吃了一个小时 然后就让我把他给带走了 他的父母就是一开始 就是提那些 就能不能买房之类的 这些谈钱的问题 我觉得又得过于俗套了 就是你要反击的是 他们的俗套 对 那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我父母关系 只能说是我经济独立吧 然后也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也算不上好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经济独立是啃朋友啃来的 啃女朋友啃来的 我自己其实有在兼职 那你跟你父母是什么关系呢 就没有亲密到就是在一块 就是能落一天的那种 多半时间还都是说一两句话 然后就不怎么交流 在这个岁数都是这样吗 对 爸妈的关系好吗 我爸妈关系也跟我差不多吧 就他们两个关系也是那种 比较紧张 但是又没有那么紧张的 那你读书 你父母给你学费吗 学费是假的 但是生活费基本是自理的 我没有去要这个 因为我也想着自己去做一些 能做的事情嘛 所以那个啃朋友啃女友是开玩笑 纯粹就是为了反击他父母 就是开头提前那个俗套那个想法 就是明明自己有兼职 还非要跟我父母说 他没有工作 没有经济筹 这不是唱反调吗 明明提前跟他说过了 他还这样说 我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他这样对你父母算尊重吗 不算尊重 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算不上尊重 那为什么不尊重呢 可能还是就是一开始 坐在那开始吃了没几口饭 就开始提说什么 能不能买得起房啊这种问题 那我这个就有一点生气了 因为我不太想就是说 在现在这个阶段去谈钱这种事情 行 听明白了 这是你觉得是你自己的一种处理方式 对 但是我回去跟我父母也很难交代 他们就让我跟他就是分手嘛 但是我就一直说他的好 然后一直给我父母打圆场嘛 然后就因为我老给我父母打圆场 现在我父母都不愿意给我生活费了 然后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不给我生活费怎么办呀 然后我们两个人怎么办呀 他就说没事我这天养你 你就在里面待着就行了 你只给我画大饼 那也不叫画大饼啊 那我每天也有就是说 自己去挣钱啊什么的 然后他就吃喝玩了就行了吗 那我每天啃馒头 也不可能饿着他一顿啊 他是这么说 他没有做到呀 他就每个月只能靠画沙画挣钱 挣一千多块钱 那我们出去约会怎么办呀 他只能就是每天晚上出去跑跑外卖什么的 我看他我就心疼嘛 我就没办法又得再也没要钱了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 我出去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嘛 然后就想要才着家里面要钱 后来也有出去打过工 然后但是当时被领导给说了 回来之后就跟他去抱怨嘛 然后他就说 你就是什么事都干不好 然后他也说我 主持人就是关于他建职这个事情 因为我建议他去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嘛 但是他比较喜欢小孩子 那我就说 那你要不去试试做一些学前班助教啊 这种 说能接触到小孩子一些工作 然后你自己也喜欢 也能赚一份钱 结果他就是那种刚开始说 喜欢干了一天两天 就不干了 这个就我不太能理解了 行 但是明明是他先说 就是养我的嘛 然后不让我出去 你真信呢 就你需要人养嘛 不需要人养 对呀 那干嘛呢 那他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做到嘛 然后我就心里面就感觉难受嘛 然后他就看他难受 然后又去找家里面要钱 他知道之后 他说我背叛我们两个人了 那一开始就说好 结果你又低头 就像向家里面要钱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背叛了 那这个也被嫌弃 反正后来 还有被嫌弃的事情 就是过节日的时候 给他编手链 编红色的手链 就是自己编的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然后就送给他了 他就觉得 这东西多俗啊 然后俗不可耐的 然后他就又不乐意了 这主要的问题是 现在大街上好多人手上都带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干的事情 我就是觉得那个东西 就是有点 所以你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对 与众不同 对 但是你没有考虑过 这是你喜欢的姑娘 亲手给你编的呀 就是还是感觉 感觉上是有点难为情 就是不愿接受这个东西 那他嫌我俗啊 那我能怎么办呀 能怎么办呀 然后我能怎么办 那我过节日 那是我送给他的礼物啊 他还是嫌俗 但是他过去 他也送给我礼物了 给我报了一个 就是电子琴的班 挺好啊 但是我根本就不喜欢 我就是爱运动 我不喜欢那个 就是动手啊 就是那些东西 他想让我跟上他的脚步 跟上他的灵魂 那为什么是 报一个电子琴班呢 因为他喜欢 就是什么画纱画呀 动电子琴啊 就是多才多艳 就是这种手动的东西 我刚刚报那个班呢 是想着就是说 他可以去讨厌琴操 一边讨厌琴操 一边多一项技能 还有一个就是 可以和我 就是一块玩音乐嘛 也是想着通过这个 去增进一些 更多的那种共同语言 高山流水 玉之音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都扶琴 对对对 想得还挺浪漫 但是他也不止这一件事 相信我死过 这两个人都刷抖音 然后他还是觉得 他自己比我更好 因为我愿意 在就是直播间啊 买一些就是小东西 小玩意儿 女生嘛 然后他就喜欢 去买一些书啊 回来看什么的 他就觉得自己特别好 然后我买东西就是俗 一比较我还是俗 首先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 我去买一些书籍什么的 也不算就是说浪费钱 精神食粮嘛 对吧 是 但是买点 这生活里的小东西 也不是俗啊 俗是一方面 我觉得他那样就是 没必要 没必要买那些东西 没必要买的东西 还非满 那就是浪费钱呗 这个必要和不必要 是谁界定的 小东西 就是我界定的 对啊 女生被打击得够呛是吧 就我刷个抖音 你都同样刷抖音 你都算比我高级 对 伤心了 对 有的时候他让人 特别无法理解 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一个前男友嘛 后来他队友不好 就分手了 伤害过我 后来我就遇到他 和他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 前男友就回来骚扰我 给我发消息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帮我 把他赶走吧 然后他居然想 跟我前男友啊 做个朋友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僵 对吧 就是君子能 动口就不动手嘛 然后再一个就是 能把敌人转化成朋友 就是能坐下来好好说 那干嘛 何必去大动干戈呢 对吧 坐下来说了 呃 讲了 但是我前男友 根本就不是他这一套 说看出来你男朋友 甩这种手段了 以后别甩这种手段了 他觉得自己被打脸了 他就是跟我前男友 一起之下打了个赌 说那个如果 我前男友 能把我约出去的话 他就跟我分手 如果不能的话 那我前男友就消失 啊 那肯定是约不出去啊 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呀 主要是最后 他还是去了呀 他去了以后 就是就是 我还是蛮生气的嘛 那我哪知道 你们的赌约呀 而且当时我前男友 跟我用了一个手段 说让我跟他 出去见一个面 把以前我送给他的东西 都还给我 然后断绝关系 再也不来往 我一想这是好事啊 然后就出去了 他又觉得 他自己被打脸了 然后非要跟我闹着分手 我好说歹说 他也不跟我分手 主持人 这个不是打不打脸的事 就首先就是 我跟我的女朋友 他前男友打赌 然后哎 人家还赢了 那我就觉得 那我就 那你为什么要跟你女朋友 的前男友打赌 我也就有好胜嘛 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因他而起的 因为我觉得前男友嘛 已经是过去式了 就不应该把他 再放在现阶段 他为什么来骚扰你 你把他全部 连接方式都拉黑掉 当时断干净 那不就没这回事了吗 那你当时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没跟他说呢 还是就是 用自己的方式 去处理吧 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跟他前男友 交朋友 是怎么个交法呢 就是想着说 如果我能劝他动 就是你以后 以后别再出现了 这就成 如果没办法 那就是刚才那个 就打赌那个事情 明明挺简单的一件事 他非要搞这么复杂 我就感觉他处理问题的方式 跟正常人不一样 不是不一样 他有他的想法 现在你们上大级 大四了 有实习 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想着就是找一个工作嘛 和他一起 和他在一起 对 他的想法呢 我们两个人想法 还特别不一样 他的想法特别意想天开 我是想着就是说 两个人能不能一块去做一些 比较有意义一点的事情 比如说 就是毕业以后 就是去山区支教个一两年 我觉得那个 两个人一块做 竞争自定感情 还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不现实 我这边有父母 我有家人 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有想我 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走 还想去做支教 是 总是要去做一些就是 有意义的事 对 在你看来有意义的事 是这样的 谈恋爱对于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就是两个人一块 就是去完成自己心里 都想的一些东西 是这个样子 如果两个人在一块 总是一个人有想法 另外人是另外一种想法 所谓南辕北辙的想法 这两个人还应该 在一起恋爱吗 我是觉得 就说 不怎么应该的 那你们的想法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有一点的 就是我和他而言 是有一点的 但是就是我们当初 为什么喜欢上对方 就也是因为 跟自己身上不同的这一点 所以还是有些矛盾的 就是我喜欢他 就是我周围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的 我觉得这个女孩就是活泼好动嘛 很阳光 我就觉得这个 他不一样 对 挺不错的 但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恋爱了 他的不一样 你不都了解了吗 对 还有什么吸引你呢 就还是因为最初的那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矛盾点了 就是最初因为那些东西 喜欢他 现在就是因为那些个 跟我身上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们俩又没办法聊到一块去 是这个样子 那还喜欢吗 其实是你说不喜欢那骗人 对吧 多多少少 但是要说特别喜欢也就那么回事 因为马上就没有一冲突嘛 是吧姑娘 一开始喜欢他 肯定喜欢的是他的与众不同 是吧 对 结果发现他的与众不同 给你带来的全人生活里 实实在在的困扰 没错吧 对 你觉得女朋友俗吗 你跟女朋友谁高谁低 我是觉得她是有很多 现在这个阶段来说 是过于世俗的强法的 可能是我的思维跟她不一样 然后也没办法去理解那些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她俗 到时候说她这个人一定就俗 所以你愿意接受她身上那点俗气吗 其实是愿意接受的 就是也在说是去努力的去给她做一些 就是像报电子情班啊 让她看书啊什么的 对啊 她都像你一样了 她的新鲜和吸引你的地方 不就没有了吗 小子 这就可能就是另一个矛盾点的所在了 对吧 我其实还挺喜欢她们的 那女生说我的男朋友很奇怪 我不能读懂她的想法 男生说好像她吸引我的那部分 就是我们俩不同的那一部分 对 但这种不同的又让我觉得 很难相处 对 来吧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然后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这个男孩的性格有点意思 这个我也特别关心 就是你跟爸爸妈妈的那个关系 我问一下 爸爸妈妈从小对你的否定多不多呀 就是教育是比较严的 除了学习 基本什么你都不要干 只让你学习 就说从小对你整个来讲 就是要听他们的话 对 像头发的话 我高中之前没有留过高于这么高的头发 哦 那等你长大了 终于绽放了是吧 是 所以我想从心理学角度帮你分析呀 可能是这么回事 就是从小啊 乖呀 听话呀 就是你没有独立过 但是你长大了以后呢 你要独立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靠什么独立呢 就靠我和别人不一样 就独立了 如果完全和别人一样的话 就好像我还在听别人讲话 然后我就没有个人的主见 所以在这条路上呢 有点矫枉过正 其实追求标新利益呀 就是有特点呀 有创意 这本来是个好事 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情适用于好胜的话 就是你在证明什么 你用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请你觉察这个部分 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是可以的 但从而你要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是因为相同 更多一些 才能走得更近 才能走得更远 如果只是相依的这种互补和欣赏 有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冲突 然后我不知道女朋友这边 有没有看到她背后的 我说的这部分 就是她原来不被认可的那个部分 被严格控制那个部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她想通过去表达 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了 对她的否定的方式 还是有的时候可以理解她 那至少在我这里看来 你并没有欣赏到 她有些真的是一些 独立的一些思想 或者有趣的思想 所以你也恰恰用着一种 传统的思维去否定她 越这样否定她 她愈发觉得 你就像我父母一样 从小压制我 现在我终于长大了 我要反叛了 就专门和一些传统 一些规则 一些规章制度 对着干 我希望呢 这个时间段呢 早早地过渡 我觉得恋爱 一方面的是感情的问题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亲情关系里面 更加能够看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一个年轻的时间里面 尽快地去调整 这个调整到至少要适合符合周边环境 不能在每个地方都格格不入 如果那样的话 你就完全活成了孤家寡人 最后你证明来证明去 最后发现 你只是为了证明而证明 最后还是没有你自己 那么女方呢 看看能不能去理解和接受一些 也尝试看到她闪光点 如果实在接受不了的话 那这段感情我觉得也就算了 不要去强求了 如果可以的话 毕竟走了一年多了 是吧 那再尝试试一试 我看这个男生觉得特别像我儿子 因为我儿子确实青春叛逆期 你知道吗 他也是小的时候 从来都是这么短的头发 上了初中之后 就要反抗所有人 留成这么长的头发 他比你的还长 会跟我说我要做什么 我一定要做什么 就要与众不同 很有个气 你就像我儿子一样 但其实你可不是那个年龄了 他只有14岁 你已经过了青春期了 所以当我们走向一个成熟的人 不是说谁呀谁俗 这个不是判断我们成熟 或者是是否真正高尚的标准 而是我们真的有足够的胸怀 海纳百川 那才是大雅 而且大雅是能接受大俗的 就男生其实你现在很多事情 是没有接地气的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 你把他说得很对啊 因为我们身上有不同 为什么他这些接地气的 烟火气的不同会吸引到你 因为他是自洽的 你的女朋友很自洽 我最喜欢这样的小小零碎 小小不言的幸福 其实你内心对他的这一点 是有向往的 你也希望能够 真的是平稳的 有一种状态去生活 但是你做不到啊 一定要像风一样去追求 我要去拥有大山大河 我要高雅 我要音乐 我要陶冶情操 那也是一种人生的方向和状态 但是这样烟火的接地气的生活 也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是没有好坏的 我倒是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风雅 但是也要接受他的烟火 这就是你欣赏他的地方啊 为什么要去改变初衷 要他像你一样呢 他要像你一样 也变成像风一样 他身上还有你喜欢的点嘛 就没了 我真的不舍得你们分开 我觉得两个青年都很好 男生其实从女生身上 也看到了生活 本来的一些接地气的东西 你要把它放在手里 而不能因为你去追逐风 你就要求你身边这个女孩子 变得和你一样 那就丧失了你们 最初走在一起的原因 也丧失了你 其实想追求的浪漫和美好 女生其实我觉得还好啊 我觉得你其实对她是有欣赏的 就她身上有你很多没有的东西 你是懂得欣赏她的 那就让她这样去了 你做好自己 有一点我觉得女生值得 我去跟男生探讨 就是她真的是自洽的 她没有要求你像她一样 咱锻炼身体 身体好好的不行吗 咱买点小小的零碎 手链咱做个定情物不好吗 她也没有要求你啊 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求她呢 所以虽然不同 在一起会有摩擦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 彼此欣赏对方 能够互谱 能够为了这段情感 再坚持一段时间 也许磨合到有一天 波云渐日 其实就能很好地相守 哎呀 但挺难的啊 交给时间吧 男生 毕业后一定会去支教吗 会去 女生 毕业后你会跟她一起去吗 应该不会 你们两个就是不同个性的人 对生活有不同的追求 既然刚才我这个问题 问完你们 都是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为什么一定要强求 对方改变 你做你的风雅 没有任何问题 我可以有事和远方 但是你要求对方 改变她的生活 而必须陪你在一起 那就是不合适的 每个人的志气 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都说了我一定不会去 你为什么非要强求她 留在你身边 她就是适合远方的人啊 还有一个女生 你刚刚有一句话 你说 我就在家里等着她呀 我没有去打工啊 她大学生 靠自己的打工 赚自己的钱 不仅给自己花 还给你花 可以了 一边要学习 一边还要工作 那既然你想真的 跟她在一起 可能你就是要去打工 如果你说 我就是想靠我的男友 就不要选择她 因为她给不了 你要的生活 所以彼此好好地道别 去感谢一下 对方曾经给了自己 不一样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 就是增加阅历的 可能跟一个不一样的人 谈恋爱 也是增加一种阅历的方式 那现在我们知道 未来的方向不一样 友好告别 感谢对方 并且去走自己的路 才是对得起自己 最好的做法 云在青天 水在平 各过各的 我想跟你平等地交流一下 不是作为一个老师 跟你平等地交流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你 我本来想说 你和我年轻时候挺像的 后来我 真的 我一点不开玩笑 真的很像 我年轻时候 对自己的评价 就是杜福贤礼白的一句诗 痛饮狂歌 空度日 飞扬跋扈 为谁修 后来我想到一个点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 跟别人很像 我相信你也不喜欢 跟别人很像 所以我就不说 我们俩很像 重点在于是什么 我年轻的时候 在人群中 我感到很愤怒 我相信你是一模一样 在人群中 你感到很愤怒 当你感觉到 同质化的时候 感觉到很愤怒 当你看到 像他或者像他父母 这样的一群一群 一模一样的人 要你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会很愤怒 这个愤怒 在年轻的时候 我只会感同身受 我就能感受到那种愤怒感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 为什么我要去做一个螺丝钉 为什么我不能去 独立的我自己 就是跟你们不一样呢 但是我一直没有理解 这个愤怒的本质是什么 我一直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 才理解了这个愤怒的本质 这个愤怒你叫什么 是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俗里面 想逃离世俗而不得的愤怒 这个愤怒不是靠染蓝头发能解决的 这个愤怒也不是靠去看几本书能解决的 这个愤怒是因为我们 本身就出生在世俗里面 想逃离 但我没有找到出路和方法 带来的愤怒 这个时候我就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现在没有办法接受世俗的美 我是能够理解的 没有办法接受世俗的美 是因为你心中还没有一套 真正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审美系统 当这套审美系统建立起来之后 你就能接受世俗的美 说白了 月亮与六便士 六便士你接受不了 不是因为你是月亮 而是因为你没有成为月亮 阳春白雪和夏里巴仁 接受不了夏里巴仁 不是因为你比夏里巴仁更高级 而因为你没有学通阳春白雪 云在青天水在平 我开场时候讲的 云在青天就一定高高在上 水在平就一定比你低俗吗 错了 两个是同样一个东西 都可以变成水蒸气 它是一个同样的东西 只是不同的形态出在不同的位置而已 所以对于你来说 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去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审美系统 最后再给你一个经验之谈 体验和创作是不同的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去体验文学 我们去体验诗和远方 我们去体验独立的与众不同的那些东西 我们去体验像李白那样的状态 我们去体验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创作过 你是永远感受不到一个创作者 所能够创作出来那个独立的世界 真正的独立是在创作之中的 而不是在体验之中的 因为你所有的体验都是别人给你的 而不是你自己创造出来 这是我给你的经历 至于你 很简单 跟不上就等待 等不了就离开 离开也不是个什么坏事 年轻时候跟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谈过恋爱 就好像跟天上的一只候鸟谈过恋爱 还可能飞到了一个遥远的远方 但是很多年之后 你在某一条河的河边 你会想我的青春的时候 我曾经和远方的一只候鸟谈过恋爱 然后你回到你自己生活里面 你生活里面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给你非常非常充实和满足的生活 那才是生活 你没有白费过青春 你没有白费你的一生 就这样 谢谢 陆西老师讲那些 他其实最核心的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创作者 这里面最核心的不是破坏 不是否定 是构建 其实如果每个人 可以做好生活的构建者的话 生活就足够美了 就在那个所谓的这个俗气里面 房子也好 车子也好 你在这个所谓的俗气里面 你说我一直在奋斗着 我也会看到一种美 这不是也是在构建吗 所谓体验是什么 你给我房子哦 你给我车子哦 所以我是觉得 两个人不一样 挺美的一段恋爱 就是彼此欣赏 从欣赏开始 到发现我欣赏的东西 是不能够融入我的生命里的 或者我生活里的 那我们就勇敢地说再见吧 爱不爱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们这些人只是提了个建议 对不对 你们参考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刚才听过许多老师的话 我也觉得就是说 我们这个可能就是一开始的矛盾点 它本来就存在 所以我觉得就是遵从各位老师的建议 也是我自己刚刚仔细想过以后 对你讲的话 就是还是分开要比较好一点 还是多谢你这段时间 你来的陪伴吧 对 做自己也没有错 然后带我见识了一些 很多我就是见识不到的东西 然后也特别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理解不了你的想法 不要再想那个了啊 不需要理解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 君子和而不同 我们可以和何以不同嘛 他们俩的让人喜欢是那一句话 君子绝交 眼闷而去 我轻轻地把门带上走就好了 不要来那么多私车 看上去还是挺美的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真的就是这么冷静地走吗 哎呀我得谢谢他俩呀 不用让我猜了 两个肯定是不出了 我觉得两个 两个人其实都挺真实挺真诚 挺可爱的 今天可能都不出来了 你看遗憾的 对有点遗憾 不要遗憾 他们去往了更好的生活 各自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更好 挺好挺好 我觉得他们双出 你回到当年的那个叛逆时代了 一再新年水再平 他们都变成水就出来了 你怒了是吧 怒了怒了 那个云变成了雨下来了 这就交融了 都水再平了是吧 来看完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开门 最后其实陆琪老师那个就叫师哥提了 其实他们今天的走 十几年了爱宝 这个算一个美丽的瞬间 我会记下的 看到了这样一个能自强的男生 还有点想法 真的记住 要再一次的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